你才雷聲大雨點下 他才二十歲 二十歲都已經可以 自己做一整張專輯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喔 有準備音樂 喔 原來 上了什麼 你為什麼記憶點 Oh No 沒記憶點 你這樣有問題是不是覺得還好 那有聽過一個女生喜好歌 請叫開月CC 咦 喂 太扯了吧 知道 我我我我 聽過 那我好像沒太知道還沒 謝謝啊 嗨 歡迎來到梅在漢 和你嘻嘻哈哈 我是Kan Sissy 我是Spark Hash tag很厲害的音樂與創作人 下個世代的周杰倫 Hash tag三連音的唱法很像新說唱的選手 我覺得Spark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信任 他自己當專輯就參與到了製作編劇 很多東西他都參與到了 我覺得以一個心理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我是何方神聖啊 他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創作型歌手 大家支持一下 聽到聲音以為是亞洲的Billy Eilish 有Post Malone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跟Billy Eilish沒有很像 但我很喜歡Billy Eilish 然後Post Malone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Kan Sissy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我就是一個創作型歌手 然後喜歡唱Hip-Hop R&B 反正就是Yeah 做音樂了 Hash tag滑手機網頁看到點進來的 課了什麼也給我來一點 Hash tag題材好諷刺 這麼大膽我喜歡 我是不是很KANG 其實我不KANG 還好吧 我是乖小孩 但你的歌名啊 還有裡面的內容 我覺得都滿大膽的 你要不要講一講 我這張專輯就是想說 19歲那時候 我的生活創作靈感都來自於 生活的情緒嘛 所以呢 那時候就有一點 可能比較生氣一點 嗯 那像假高潮這首歌 是在講什麼 假高潮呢 其實就是在講假新聞 然後呢 就是很多fake news 在這生活上 然後我覺得就是大家 要看清楚一點 然後比較盲目的跟風 集體假高潮 哇你看多大膽 大家一定要去聽聽看 我個人認為編曲比較平淡 比較芭樂 所以沒有什麼記憶點 自創歌聽過覺得還不賴 但是記憶點真的好少 以前啦 我覺得大家比較習慣 編曲很豐富很複雜 但是其實我認為 現在新的流行 還有包括現在 大家做的音樂都是越簡單越好的 所以我的編曲確實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做Hip-Hop 是做Hip-Hop跟R&B的一個 significant you know 所以算是我個人的特點吧 難怪台灣音樂停滯不前 數字有夠差 沒技巧也沒flow 沒內涵 隨便抓個大雪西岩社團的都行 別浪費資源來做鼠來寶 你才雷聲大雨點下 他才二十歲 二十歲都已經可以 自己做一整張專輯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所以你們做做看啊 你們做做看一張專輯啊 招屁 Hip-Hop is so peace and love 貴求KarenCC多唱抒情歌 KarenCC的聲音真的很適合抒情歌 抒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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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如果出一張抒情專輯 我一定聽爆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寫抒情歌 就像是寫給Hibi啊 或者是Yoga之類的 我都有在寫 自己沒有唱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目前就是以專輯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 就是以R&D跟Hip-Hop的風格為主 但是如果有什麼戲劇啊 或者是其他的單曲之類的話 我都會發行抒情歌 就像是誰是被害者裡面的誰 還有做工人裡面的到底還要等多久 都是抒情歌 所以大家會聽到更多的抒情歌 Hashtag怎麼走低級路線呢 Hashtag感自聽不習慣 其實就是剛好 真的都是剛好 該收的時候還是會收 就因因不同曲風嗎 你覺得你專輯裡面 尺度最大的歌是哪一首 尺度最大的歌喔 柯林成人童話吧 喔 那支的MV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最後的晚餐的感覺 對對對很酷的一個concept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KarenCC跳舞感覺超帥 好想看到KarenCC和Julia尬舞 畫面肯定超香 會不會跳舞喔 我覺得還好 就是也沒有到說不會跳 但也沒有到說很會跳 未來的作品裡面我會希望 多嘗試跳舞 我有想學鋼管舞 就是挑戰 太帥了吧 挑戰一下 對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鋼管舞的那一場 我的名字叫做Spark王基 我旁邊這位女生KarenCC 我倆合作給你加高潮 看我衣服知道多招搖 成人敢話都是敢話 數字底下是我的評價 說來幫我比你有運氣 啊 哈 你連真找人都不算力 啊 喔 我純罵 對著追求普遼畢 艾瓶水車洗好裝電梯的味道 紅色女孩對你泡笑 SoFreshSoClean 剩下的臉都不行 Aint nobody Aint nobody I'm here sounding If they be calling me Clong your baby If they be calling me Bella baby That's what they selling me Karen Cici The only bitch you need OK 乾杯 嗨 大家好 我是Karen Cici 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的資訊的話 可以去關注我的Instagram Karen Cici 然後我的臉書 然後請你們多聽我的新歌 誰 還有 到底還要等多久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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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 right here 最近剛剛發行的首張個人創作專輯 歌迷成人童話 現在在各大平台都收聽得到喔 然後大家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IG帳號名稱是 底線S8RK底線 大家記得追蹤喔 掰掰